大家好,我是任一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Port Stade 在Egypt,在埃及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然后我现在在 我其实开车偶遇这里有个公园 看起来景色还不错 于是我就过来看看 这边是他们的博物馆吧 等会儿有时间我再看看,没时间就算 这块确实有点晒 没找到阴凉的地方 然后风景还不错 空气也很好,今天天非常蓝 可以讲讲这两天发生了 简单法就是我没去城拉法口岸 因为昨天我在Irish 往Irish开的时候遇到一个检查站 那边的士兵说我需要一些检查 拿我呼叫跟他们上级 还有跟他们上级打电话 说了好长时间 他们告诉我 National Security拒绝我继续前行 不让我进Irish 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去拉法了 我说为啥? 他说原因多得很 首先你是外国人 第二那边局势很紧张 第三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没有大使馆的授权嘛 我其实还想着其他办法可以去 比如说去绕绕到 我是从Irish西边去拉法的 如果从西南或者南边去拉法 没准会有可能 但是那边会绕很远 然后第二的话肯定还会遇到检查站 然后其实还有别的办法 就是我看到当地人是可以过那个检查站 我说你们的人能过 为啥我不能过 他说他们住在那儿 那就有个办法 我可以混上他们其中一辆车 然后这个给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带我到拉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没有自己的车 就没有一个自己的保护壳 我一个人去我会有点担心 其实而且我没法带那么多水和食物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 向中国大使馆要到这个允许 但我觉得这基本不可能 我又不是记者 然后我去也只是旅游 感觉不太可能 然后我问这个检查官说 边境检查站的这个视频说 这个说啥呢 我说这附近哪能住啊 他问我说这边没能住 你得回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西岸 那有个Ismailia Ismailia这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又开了大概70多公里 将近100公里吧 可能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就是我开到中间 然后发现这个星星不错 于是我把车停到旁边 然后我开始看星星 确实周围除了我的车是亮的 其他都是黑的 就没有任何灯光 观赏效果非常好 但我没敢把我的车关掉灯 因为会有安全风险吗 万一旁边又有来车 确实会有过来车 而且还有一辆车 他过来的时候都没开灯 他完全是黑的 非常奇怪 其他的话 就买啥 这就从阿瑞士就回到 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西岸了 然后睡了一晚上 那边酒店很便宜 有一个叫Grand Hotel 大酒店 要是这个名字放到 放到这个欧洲 这得至少得200欧元起步 我去了一下 他告诉我 这个住宿要60 60Egyptian Pound 大概用黑市汇率折合 600Egyptian Pound 黑市汇率折合就是10美元 10美元住一天 12点 中午12点check out就可以 这是非常便宜 然后那个房间除了有点冷之外 没什么不好的地方 睡的也很好 今天早上就决定要放弃去拉法的行程了 然后来 然后往北开到Porset 在那边看看海 如果没海可看 那就中午休息一下 再往西走去Alexandria Alexandria也是埃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 好像也挺大的 从Alexandria可能就是下午了 下午 想在Alexandria住呢 就住 不住的话就直接再开车回开罗 因为我在开罗那个房东人还不错 我感觉可以到他那儿再住一晚上都可以 埃及开车是非常自由的 就是 就是你可以 我不是你可以 我看到这个高速上有人随意停车 哪个车道停的都有 中间的左边的右边都可以停 然后高速上还有人在倒车 还有人在逆行 就非常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胆子 然后还有行人 我觉得埃及行人人均这个跨道运动员随便穿马路 即使这个天桥就在50米左右 50米外面他们都可以横跨高速公路 太危险了 然后还有人他们 我觉得就像那个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过那种 非法笑车 一个小小小面包可以塞20多个人 这种车在埃及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就是我甚至看到有个人 就是他那个车后面是敞开的 有个人就双腿就掉 然后掉在外面 就这个脸朝后 手扒着门 我真替他担心 万一这个车再一加速 我觉得他就要摔出来 其他就没啥了 然后我在路上还扎胎了 就是看到这个轮胎有胎压预警 胎压掉了 然后到一个修车店看了一下 他说他把这个轮胎卸下来 天津顶顶住车 然后轮胎卸下来 然后看到 然后拿这个肥皂水涂 就可以看到哪儿露梯了 然后发现是这个钉子炸轮胎了 然后他把钉子取出来 然后从这个轮胎里面补了胎 然后再把轮胎装上去 这顿操作花了200Egyptian pound 折合美元可能大概是3.5美元 也人民币可能就20块钱 铸头 20块钱吧 对20多块钱 我们同学说 这比清华修自营 俯自营的车胎都便宜 他那个 修车那边的人好像对我非常好奇 虽然说我们我不懂阿拉伯 他还不太会引领 但我们可以用翻转拿去的 嗯 还跟他们合影了 他看起来非常开心 然后这边购路费很便宜 苏伊树运河过一次10 HVN pound大概是一块钱人民币吧 爱棒跟人民币你可以考虑成10比1 一块钱人民币过一次隧道 一次块钱人民币再过一次再回来 就是他们这边确实很便宜啊 然后包括我刚才从 从Asmilia到这个Port Set 过路费是五块钱 人民币大概连一块都不到 五毛钱 人民币五毛钱 其实 这个这边的消费 我觉得如果放到欧洲 直接换成欧元 我觉得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是 马克思说这个 是不是马克思说 不可替代的劳动 还是怎么说的来着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在埃及修轮胎 跟在中国修轮胎 在欧洲修轮胎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修轮胎 就是把 把这个轮胎卸下来 千斤顶住 再把轮胎补 然后再把轮胎装回去 把千斤顶弄下来 但我不觉得这里面 有什么人类本质价值劳动 差距 但是 区别确实非常大 如果你说 告诉我200美元 要修这个轮胎 我觉得也 我觉得也不足为奇 但他现在用60分之一的价格 告诉我可以修 就是 我不觉得他们的 他们的劳动 要比美国修车工 就是美国修车工 劳动价值的60分之一 但是 事情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就没啥了 这个 开车还是很爽的 我在 153公路吧 153公路就是从苏伊士 就是 苏伊士运河东岸 那个位置 往北开 153公路 那会儿已经是夕阳了 然后听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然后前面是那个 苏伊士运河大桥 那是日本人员见的 但是我问那个编辑检察官 他告诉我 那桥现在不开 不能开 不能开车 我觉得非常遗憾 但那个照片确实非常漂亮 我之后可以发出来 然后晚上 这个开车的时候 听的是马勒第一和第二交响曲 我的天 真是 这个给这个 寂静的夜色 平添了几分波澜 听得还挺吓人的 其实 保持了一些清醒 其他就 等一下还有啥 这边加油非常便宜 那个租车人告诉我 要加95号汽油 95号汽油在这边是 12.25I棒 美元可能是 五分之一美元吧 差不多五分之一美元 那可能人民币就是一块钱一升 人民币一块钱一升 这个 这个95号汽油 我记得在国内的话 92号早都已经7块钱 甚至8块钱了吧 反正7块多吧 92号 就这可能都得是七八倍 甚至要十倍的汽油的差距 可能埃及是产有过 所以这边就 便宜太多了 别的紧别人 我在这吃点东西 然后看看 你看这边还有滑滑轮的 这边确实不错 这城市中心广场建的还不错 起码地上垃圾比较少 虽然说还是很有 今天我开车的时候 这个我的车停到一个垃圾桶旁边 有一个男人带了俩孩子 眼巴巴看着我 我把这个口袋里 这个杏杆 我 我他们看着我 我从杏杆里掏了几个 我吃了之后 我意思就是 这是可以吃的 然后我给了他 而这孩子吃的时候 非常开心 然后上我冲大拇指 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 包括我面前 可能这还睡着一个 睡着公园长以上 因为我吃的实在太多 这是为去拉法准备的 我可能路上 还会再看一些人 再去给他们 可以了 还是挺热的 就先说这些 再见